防疫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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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防疫能量 顾名思义来讲 如果我们说过 以医学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提升我们的免疫系统 免疫系统 以科学角度就是我们提升我们的所谓的能量 以所有的东西来讲的话 万事万物来讲的话 它都以一个所谓的能量场 能量场如果强大的时候 提升上来的时候 当然这些所谓的负面的干扰 或者这些不好的东西 或者我们不会受到很直接性的影响 所以来讲的话 提升这种能量来讲的话 相对来讲的话是 我们说是当务自己 很重要 那不过其实在 提升防疫能量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三个不同的层面 是的 在提升来讲的话 防疫能量来讲的话 我们就以我们最贴近的这个 从我们的生活来讲话 来讨论的话 是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我那时候有提供给大家分析 就是说我们从最贴身的 我们所谓的居住的环境空间 空间 对对对 再来我们可以从身里面 再来从心里面来提升 做一个提升 因为这个都是跟我们 最息息相关的嘛 那我们可以这个 提升来讲话 能量提升来讲话 自然而然来讲话 在各种的这种负面的干扰 就能降低 就会降低 对对对 那空间的部分呢 空间部分来讲话 那我们再说空间部分来讲话 我提供的一个参考就是这样子了 我老师提供的一个建议就是说 第一个来讲话 最希望就是说 能够保持一个所谓的空间的明亮感 明亮感 对对对 就是空间你不要感觉很呼呼呼呼呼呼的感觉 要干干净净 干干净净 然后很明亮 就是我感觉 如果平常的时候 太阳可以照进来是最好 如果晚上的话 就是把这个在睡觉前的时候 我们的家里面呢 保持那种灯光 就是那种明亮的光 对 因为这个是一种光明的能量嘛 嗯 那再来来讲的话 我们说可以在我们的空间里面 放一些轻柔的音乐 嗯 很自然的音乐 或很轻柔的音乐 让我们觉得很放松嘛 这样听起来也开心 对对对对 我们心情的话 因为听到好的音乐 我们心情就放松了 对 再来呢 在味道的部分来讲话 我们可以点一点 在我们的空间里面呢 点一些是 我们喜欢的味道 熏香类的 熏香类的 或是像现在有时下很流行一些精油嘛 对对对 今天有一些东西可以点一下 那么呢 可以让空间有一些芬香 芬芳的感觉 嗯 那你会让我们的心情会很放松 更放松 嗯 对对对对 那心情一放松来 是让我们免疫系统也变得会比较好 嗯 再来来讲话就是我们保持我们的空气有风 嗯 这个空间的感觉空气也很重要 对 不要闷 不要因为怕什么 外面的什么 那个病毒就把这个风 门窗啊什么的 怕病毒进来是不是 对对对对 风了死死的 然后造成里面空气不流风 嗯 再来来讲话就是说 在命理的角度 老师讲风水角度来讲话 会建议说 之前我有提过就是在我们北方 对北方来讲话 因为是今年的病符位 对 所以可以种一些绿色植物 或者摆一些绿色植物 像我们像这个桌上这种的 马哈巴利这种绿色植物 看起来也舒服 对对看起来也舒服 然后再来它可以对 我们所谓的北方的这个 所谓的病符位的位置 可以有克制作用 嗯 可以化解作用 会有一个进化 是的 然后再来就是说在西方 家里面的西方 西方的位置来讲话 它是今年的八百位 就是说它是旺气 旺气的位置 嗯 那你可以摆电风扇啊 或是买空虚立心剂啊 或是说这种所谓的什么 什么 可以让它流通的 对 可以加强那边的能量 然后吹一吹 实际上会 让家里的能量 会有增加的作用 哦 那其实这样子的话 等于说我回去 我就要先把北方 跟西方给它进空 对不对 对对对对 因为其实刚刚老师也有讲到 除了空间之外 还有身心灵 对对对对 那这个部分老师有什么 建议吗 建议好 这是我们刚才讲的是空间部分 那么再来我们讲说 对 生理的部分 那生理部分来讲的话 老师会建议就是说 当然就是说 如果在环境允许之下 我们记得可以多多到外面 晒晒太阳 好 那再来呢 去一些大的一些 大树下 龙树下 之类的 多接近一些所谓的绿色植物 大自然 对对对对 那当然防疫措施要做好了 对 要戴口罩 是的是的 然后在饮食方面的时候 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说我们尽量加工类的食品少吃 嗯 加工类的 然后在尽量保持身体温暖的情况之下呢 建议就是冰品的东西 也要少吃 对少吃一点 不要吃太多 夏天真的很热没有错 但是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吃什么 还是喝什么 吃什么喝什么 这个是像 我说像 茶叶水 茶叶水 一些温热的茶叶水 实际上对我们身体是很好的 好 以一方面来讲 它也可以有杀菌的作用 免疫力也会提升 对对好 再多穿松一些宽松的衣服 然后有时间呢 就是说可以的话 允许的话 洗个澡 实际上你会发现有喜欢那种人 都会心情都 会更舒畅 还有 精气神都会觉得比较舒畅的感觉 一定的 这种沐浴洗澡 这是对身体很好的 那再来做简单的一个运动 运动 运动摔摔手啦 像比较懂的人 像我们所谓的打摩站桩这种的 这个是一下如果有兴趣 可以跟老师请教 好 我等一下跟老师请教一下 或者是说一些简单的家里的运动 这样对身体都会有帮助的 加分作用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有一个朋友 他每次很爱喝饮料之外 还要吃多冰 是不是我就要建议他 可以多喝一些热的茶叶水 温温的 对对对 让自己身心也会更舒服 对对对 因为身体保持温暖 这一点在医学上来讲的话 是会保持免疫系统最活络的状态 这个是很重要的 了解 所以冰的东西还是要少一点 比较好一点 而且是女生对不对 对 那女生有好朋友的问题 那更是要注意一下 那这样的话就是心灵的部分 那在心情的部分来讲的话要注意 就是说我们可以建议就是说有空的时间 让自己心情最主要目的就是要保持平静 然后保持放松 然后所以说有一些像一些静坐啦 或打坐啦 冥想可以 对 或是练习一些瑜伽啦 那是有空的时间 趁在这段时间嘛 防疫时间嘛 反正在家时间要多一点 对 可以多多充实 学习成长 那一个原则 但是我们说 定这种所谓的瘟疫的东西 或者疫情的东西 它还是一样 天地万物都有它的周期性的 所以来讲的话 它有层住坏工 有来来去去 所以来讲的话抱个平常心 然后很多事情来讲 不要往快速去想 多用光明的积极的角度去 多一点正能量 就像我刚才有提到 就像小朋友跟我讲一个 我觉得写的很棒 就是他希望很重要 哦 希望很重要 就是很多东西来讲的话 让抱着一个 怀热的一个希望 真的会让我们整个的这个 生命会更有更有动力 气场也会更好 会更好 是的 因为其实刚刚听到老师说 疫情啊 像这样子的瘟疫 会有个周期 其实我就放心了啦 对对对 就是一定有来来去去的嘛 嗯 所以不要太过紧张 不要快过担心 我们要有警戒心 嗯 要有这种所谓的 这种 这个警戒心 要一向配合政府 整个各方面的这种 防御作息以外 其实就很安全 但是实际上 其实要有部分 不要过度担忧 嗯 我常想说 如果过度的担心 担忧 可以解决问题 那我们再来担心嘛 如果你的担心恐惧害怕 解决不了问题 那你这边担心恐惧害怕干嘛 对 那不是多余的吗 没错 那不如那个时间 我们就去学习啦 或者让自己心情保持平静放松 那不是更好吗 那其实也就更多的正能量 那其实今天啊 老师也提供了我们非常多的方向 那这边的话 伊拉也帮大家做一个总结 是的 今天呢老师有讲到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空间 我们让空间保持畅通 然后放一些绿色植物 那听一些不错好听的音乐 其实是可以让自己更舒服的 那再来呢 身 身心理嘛 所以身理类的地方呢 我们就是可以多喝一些茶叶水啦 加工食品 冰品冷饮就是 少吃 对 那再来心理的部分 就是要让自己快快乐乐的 有时候冥想啊 或者是静坐 也可以让自己的心情更好哟 好